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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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的只是心中的一股信念 在牺牲的战友中 党员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收复老山的战斗也将打响 可能这些青年人永远也回不来了 他们化成了高耸入云的纪念碑 为了解救战友不幸牺牲的解放军战士硝烟中抢拍了一张照片 整连锦村他一人 炸瞎了双眼 其余战友全部牺牲 因被炮 谭震昏才被越军捆住的解放军 他在行刑前是死不下跪 看他腿的姿势和脸上的表情 越南逼他跪下 让苏联记者给他拍照 随即枪决了他 战后被授与革命烈士称号 追击一等功 火线抢救受伤的战友阵地上遗留的弹壳 在牺牲的战友身旁顽强防守阵地就当他累了 睡一会英雄龙喊 只身一人深入敌人阵地 打死打伤越军共五十六人 牺牲时才十九岁 徐水不幸牺牲的解放军战士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